我這朋友在合適的話 說虛電話 那我也得說是 不能說一下子就好 我得接觸個幾次 我也得說是 你會不會拿這個女的 和劉玉潔比較 那必須的 她必須得比 必須得比 那可不 每個女的她都有各個的優點 有各個的啥缺點 有她的最優勢 有她的優勢就不行 她不一樣 我還是做的那些 演員和心動 知不知道 我這些老婆 不看過女人長得多漂亮 都大 說虛電話 我就看氣質 你一個十米二日眼一瞄 我一大眼一瞄 打得一心動 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還 我還特別喜歡女人穿 你不穿我跟妳說 我就不能瞄 就你給我介紹多少 我長得漂亮 我一瞄 我怎麼穿 看得出來啊 江大哥的操偶標準 多多少少 和劉大姐的氣質特徵相似 可能還是對劉玉潔大姐 有些念念不忘吧 不過就像她說的 這個年紀等不起的 紅娘聯繫到了 加入長春的 顏小平 顏大姐 她的形象氣質 穿衣打扮 正是江大哥 所喜歡的 哎 是 是顏大姐嗎 你好 我是紅娘佩佩 我剛才在門口 看了一個牌子 就是修腳 修腳 這是皮膚病 這是什麼病 皮膚病 顏小平五十四歲 離異現居長春市 現在做修腳生意 無住房 那哥 咱們現在就去看那個 今天我給你介紹的 那個女嘉賓吧 那我得換衣服 你會啊 好 這塊肉 我不能超多少 我去 超不到我去 就超不到我 沒啥吧 這麼多 你就要相信 我超我長度 我超我那個 這啥 在那個秘方修腳 啊 就是做這個 腳部修理和那個 踩耳啊 然後腳部按摩的 自己在這個地方 你好 我給你介紹一下 叫江澤良 江大哥 顏小平 顏大姐 好好笑 好